而目前在基隆的朝靖公園这里 可以看到现在现场的风势跟雨势 都是非常非常的强劲 而且风雨有比刚刚还更大了一些 你也可以看到目前海平面上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平静 卡努台风步步进逼 基隆已经狂风暴雨 目前滨海公路这边是完全没有任何民众在观浪的 而且海巡树也是加强巡逻 目前要提醒民众 这个卡努台风呢 其实已经在昨天针对台北 新北 基隆跟宜兰 已经发布了路上的台风警报 怀旅新闻记者第一线直击 两层楼高的长浪直接卷上滨海公路 看那触目惊心 不过卡努走得好慢 清台影响时间恐怕会拉长 渔船其实都摇晃得非常的厉害 因此呢其实渔民们也赶紧到这边 确认船只的状况之外 也赶紧再做好一次防台的准备 气神嘛 绳子加固这样子 我都没出港啊 没得赚钱啊 沿海渔民生意大受影响 新北乌来老街的店家 也干脆休息一天 今天北北基隆四大地区 是全面宣布停班停课的状态 我们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 是在乌来老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侧的商家 全部是铁门拉下来 连人影都没有见着 观光景区都没人 乌来上头的云仙乐园 也修缘不接人客 因为山区的风势真的很惊人 感受到这个风势其实是相当的强劲 整个乌来吊桥其实是一直在晃动的一个状态 预计卡努暴风圈就会出路 首当其冲的北台湾越晚风势与市都会持续加大 环宇新闻在宜兰基隆的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语新闻